第141章 凤凰八脉飞鹏返回了北明海 留下孙悟空和焦魔王在积雷山等待牛魔王 但一直等了一个多月 牛魔王依旧没有现身 这让孙悟空等人感觉到有些不安 与此同时 孙悟空打听到了玛萨国一战的情况 那一战 天庭和佛门最后并没有撕破脸皮 倒是去透热闹响 浑水摸鱼的几名 隐士大罗金仙被天庭的周天星辰大阵所困 当场陨落了三名大罗金仙 有一名选择了投降天庭 可以说天庭此战算是收获不小 既提高了声望 又收响了一名大罗金仙 大哥应该不会有事的 看当时的情况 大哥应该是被他背后的高人救走了 想来能够破开周天星辰大阵的高人 至少也是准胜强者 大哥有准胜保护 肯定安然无恙 焦魔王见孙悟空有些急躁 不由开口劝说道 孙悟空还是放行留下 索性寄出明书 招来祭坛 然后在祭雷山找了点牛魔王的衣服 开始通过英国之道 查询牛魔王的下落 一道虚影出现在祭坛上 正是牛魔王 只是此时的牛魔王 好像在和什么人厮杀 已经身份重伤了 酷孙悟空吐了一口鲜血 眼睛里流出两丝红线 英国之道 玄奥非常 反噬也十分霸佛 若非孙悟空 早已和天道断了阴谷 恐怕反噬会更加严重 孙悟空看向焦魔王 问道 二哥 你可看出 刚刚那个地方究竟是在哪里 焦魔王摇了摇头 有些迟疑地说道 不知道 只是我看和大哥战斗的那些家伙看起来 有些像是传说中的凤凰一族 凤凰一族 孙悟空眼中流露出疑惑之色 凤凰一族曾经在上古时期 显克一时 是上古三族之一 曾经称霸洪荒 只是早在三族大战之后 凤凰一族便衰弱了 凤凰老祖为了延续凤凰一族的血脉 用身体永振不死火山 换取功德 保证凤凰一族不灭 但即便如此 如今三界的纯血凤凰 也已经不多见了 牛魔王怎么会招惹到凤凰一族呢 焦魔王说道 我曾经获得过祖龙九子之一 坝下老祖的传承 在坝下老祖的传承记忆中 见过凤凰一族 我可以肯定 那和大哥战斗的 就是凤凰一族 在一处荒凉的山里 牛魔王身受重伤 他看着身后昏迷不醒的马祟 脸上露出凄凉之色 这里是犀牛鹤洲的一处秘境 是一个大能的小千世界 原来当时马祟正在炼花赴神姑的时候 不想镇原子突然寄出帝书 复戏牛魔王和马祟 无当圣武 没有想到镇原子居然会偷袭小辈 想要祖兰已经来不及 无奈之下 只能强行撕开被镇原子封锁的虚空 将牛魔王和马祟送出 自己则留下来和镇原子继续战斗 牛魔王和马祟被送出虚空 不想刚好撞进一个小千世界 在这个秘境中 马祟因为炼花赴神姑被打断 陷入昏迷 牛魔王只好先将马祟安放在地上休息 自己准备好好探访 一下这个小千世界 可是让牛魔王没想到的是 危机很快降临 在这个小千世界中 牛魔王发现很多圆形尼庸 如同鸟蛋一般 上面还有着一些奇怪的蜜蜜 牛魔王隐约好像感受到了那些 尼庸身上仿佛存在着一丝鬼异的蜜蜜 牛魔王触碰了一下尼庸 尼庸 咔嚓 一声裂开 从里面飞出一只黑色怪鸟 怪鸟落地化作鸟手人身的妖怪 灰无手中兵器便杀向了牛魔王 牛魔王堂堂 大罗金仙 自然不会将区区小妖放在眼里 很轻松便将那鸟手人身的怪物击杀 可是让牛魔王头皮发麻的事情发生了 所有的尼庸都发出了暴力之声 随后 一支百万大军出现在了牛魔王面前 一支完全由天仙境界小妖组成的军队 虽然依旧奈何不得牛魔王 可已经足够威胁到普通的太义精仙了 牛魔王此时已经感觉到了紧张 可接下来 让牛魔王恐惧的事情发生了 一只黑色玄鸟从天而降 在玄鸟背上 还坐着一个冷军的少年 少年身上散发着强大的威压 这是一名大恐惊喜 我明鸟 凤凰族八脉之一 你闯入了我 凤凰一族隐居之所 该注意 少年叫姚 他没有多废话 直接下达了攻击的命 漫山遍野 遮天蔽日的鸟族 妖怪对着牛魔王发起了进攻 牛魔王挥舞魂铁锯硬战 姚似乎不想看到 挥下兵马死伤太多 挥了挥手 四名身穿战甲的男子 对牛魔王发起了进攻 这四人都是大罗精心修为的凤凰 尽管并非纯血凤凰 但实力依旧很高 牛魔王独占四名大罗精心级别的凤凰 很快便落入了下风 他想要逃走 但是在擅长速度的凤凰面前 牛魔王根本无法逃脱 只能死战 一个凤凰族的大罗精心一掌 抓在牛魔王的后背上 牛魔王拉金刚不坏的躯体 立刻被一股灼热的力量划出一道黑色血痕 身体一个亮枪 险些跌倒在地 很快 牛魔王战败了 面对四个大罗精心的强者 刚刚突破大罗境界的牛魔王 毫无胜算 牛魔王以魂铁棍支撑着自己的身体不倒下 他还有紫雷锤没有使用 但是牛魔王知道 自己只有一击的机会 如果一击不能重创敌人 自己恐怕很难有发出第二次攻击的机会 住手就在四名大罗精心准备出手击杀牛魔王 牛魔王也暗自寄出紫雷锤准备偷袭的时候 一个美丽的少女忽然喝取了大罗精心的进攻 那少女身穿游各色羽毛织成的羽衣 显得高贵不凡 周围的鸟毒士兵看到少女纷纷低头 以示尊敬 孔灵 你怎么来了 瑶皱起了眉头 看着少女 他不喜欢这个少女 可是这少女背后的那位存在 却是整个凤凰一族最强大的大门之一 瑶昭惹不起少女 孔灵贴了瑶一眼 说道 我要是不来 你们瑶麦可就惹出大麻烦了 你可知这牛腰是何来历 瑶不屑一笑 说道 一个大罗精仙儿而已 管他什么来历 我们可是凤狗 就算是他背后有准圣大能有不和 我凤凰一族何惧 孔灵冷笑道 你们瑶麦不会认为加入了佛门 就可以想去三界了吧 你们可别忘了 昔日凤凰一族是怎么衰落的 有些存在 不是我们能够招惹的 佛门 也不行 喜欢的观众 记得订阅点赞一波 想听什么书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第142章 骑山 孙悟空虽然通过因果之道 发现了牛魔王的危机 却不知道牛魔王究竟被困在什么地方 无奈之下 孙悟空想起了自己的师父 于是和焦魔王道别 准备先返回灵台方寸山 孙悟空回到灵台方寸山 找到了须菩提祖师 须菩提祖师脸色有些沉重地说道 悟空 有一件事情 为师需要告诉你 那就是为师 最近发现很多道友遭遇神秘势力脱袭 其中不法准圣经界的大脑 这件事情 很有可能 和太多神功意图 有关系 一日后 形势需要多加小心 你说和牛魔王战斗的是凤凰一族 那你可以去骑山遗探究竟 孙悟空发现 须菩提祖师脸色不对 不由有些好奇 须菩提祖师 一直以来给孙悟空的感觉 便是淡然 波澜不惊 即便是如来佛祖 也不放在眼里 但这一次 孙悟空却从须菩提祖师身上 感觉到了紧张 这让孙悟空十分意外 孙悟空 从须菩提祖师那里得到提炼后 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 须菩提祖师 突然叫住了孙悟空 说道 悟空 如今天机开始混乱 疑似量节将起 量节之中 准圣也不敢妄言自动 如果遇到危险 就回来吧 至少 在这灵台方寸山中 为师可保你周全 孙悟空 看着须菩提祖师 爷子一笑 说道 师父 你放心吧 正如你往日所说 量节 世节也是机会 说不定徒弟 我这次也能趁机承报 顺便掀翻了那腐朽的灵山 和天体 孙悟空走了 他没有去看正在闭关的李清照 他要去救出自己的大哥 孙悟空返回 积雷山会和焦魔王 然后来到了祁山 祁山 昔日的周王朝旧都 曾有凤鸣奇山的典故 而这里 也的确隐居着一群凤凰 孙悟空和焦魔王落下云头 孙悟空睁开神眼四处张望 并没有发现正常的痕迹 焦魔王用鼻子一吸 然后皱着眉头说道 我并没有嗅到凤凰的气息 龙族和凤凰一族乃是宿敌 即便焦魔王并非正统龙族 但是他体内的龙族血脉 依旧让他能够与凤凰一族 产生独特的代理 孙悟空想了想 说道 二哥 我师父说 这祁山隐居着一群凤凰 既然是隐居 自然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 不如我们坑派寻找 反正这祁山也不大 找个三两天 便是找备着祁山 我们也要救出大哥 焦魔王点了点头 随后和孙悟空 分别从两个方向进山 凤鸣奇山 孙悟空走到一块石碑前 这石碑上面 详细描绘了周武王伐咒的故事 其中 有一只凤凰的眼睛 吸引了孙悟空的注意 这只眼睛好生奇怪 孙悟空看着石碑上的眼睛 下意识将手放在了眼睛上 一股灼热的气息 让孙悟空忍不住 将手缩了回来 看着自己冒烟的时候 孙悟空面色大变 俺老孙可是堂堂大罗惊蟹 我这肉身等前法器 都没有办法弄伤 这只眼睛 孙悟空看着 看似是雕刻出来的凤凰眼睛 脸上露出惊疑之色 小猴子 那眼睛换作凤凰铜 是一种远古振纹 实力越强的人 触碰受伤越重 真要是一个凡人 那么 他也就真的只是 一个普通的雕像 就在孙悟空惊疑不定的时候 一个侨夫从山间出现 笑着说 孙悟空眼中闪过一丝一丝 说道 你这侨夫 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居然也敢戏耍老孙 侨夫笑道 你这泼猴 老夫好心提点你 你竟然如此不识好的人 孙悟空 取出混云两衣棍 指着侨夫说道 俺老孙刚刚看过了 这附近 根本没有生命 究竟是何方妖怪 还不速速献出原形 乔夫摇了摇头 说道 好个不知好歹的猴子 你可知这里 是什么地方 孙悟空说道 这里不就是祁山吗 俺老孙岂能不知 乔夫冷笑道 既然知道这里是祁山 你还敢来此撒坡 孙悟空紧握手中 混圆两衣棍 说道 你果然有问题 难道你就是 隐居于此的凤凰一族 乔夫闻言 脸色终于变了 他的身上浮现出 一股灼热的气息 头发也变成了 火灵之色 老夫不知道你是何来的 但是 想要探寻凤凰一族的秘密 你就知道死 乔夫冷冷地看着孙悟空 手中一柄砍柴符一颖 散发着凌厉的杀机 就凭你 孙悟空动手了 只见他纵身一跃 挥舞棍圆 两衣棍直接砸向 乔夫的头顶 乔夫手中砍柴符一 架住了孙悟空的棍子 然后顺势一批 孙悟空面色狂变 他感觉到 乔夫手中的斧头 居然能够 破开自己的肉身 怎么可能 孙悟空快速闪避 夺过了乔夫的斧头 但是下一刻 乔夫的攻击又到了 精神 孙悟空使出了 佛门精深 乔夫看到精深后 面色一变 怒哼道 果然是姚迈派你来的 姚迈自甘堕落 沦为佛门走狗 真是丢尽了我 凤凰一族的脸 姚迈 什么乱七八糟的 看着 孙悟空灰棍和乔夫大战 双方你来我往 打了上百回合 依旧不分胜 而就在这时 只听一声龙吟 一条乌黑的蛟龙 从天而降 静止抓向乔夫 乔夫见孙悟空来了帮手 不敢再战 化作一缕火光 消失不见 孙悟空定睛四下张望 居然没有找到 乔夫究竟去了何处 不由大感奇怪 焦魔王 看着手中的一片羽毛 说道 看样子 刚刚那的确是一只凤凰 不过血统不纯 应该只是杂形 孙悟空挠了挠头 说道 奇怪 那乔夫怎么一眨眼就消失了 难道凤凰的速度 只有那么快 焦魔王摇了摇头 他打量着四周 说道 不 他应该就在这附近 这里 应该隐藏着一个秘境 凤凰一族 应该就隐藏在秘境中 二哥 你是说 那乔夫刚刚逃进了秘境 孙悟空眼睛一亮 他从焦魔王手中拿过羽毛 刚准备寄出名书 突然感觉手中 羽毛一震 连忙将羽毛扔开 羽毛在空中化为一个火球 随后消散 可恶 孙悟空暗道可惜 突然 他想到了什么 脸上露出了一丝神秘的微笑 二哥 我想我知道秘境的入口在哪里了 喜欢的观众 记得订阅点赞一波 想听什么书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第143章 凤凰传说 秘境中 几名老准聚集在一起 方才与孙悟空战斗的乔夫 赫然也在其中 几品 你可看清楚了 当真是佛门中人来发 为首 易老玉与其名众的问道 他的手中 握着一瓶凤头拐杖 几品 也就是那个乔夫点了点头 说道 佛门的金身法 我不会看错的 大祭司 我们应该怎么办 老玉皱着眉头 说道 一个大罗金仙境界的活子 一个龙族的杂血蛟龙 就这点实力 也敢来放我鸡脉 这件事情不简单 我们需要小心行事 大祭司 要不要通知沟臣大帝 和紫薇大帝 一个老者开口问道 这位老者 赫然也是大罗金仙境界 老玉摇了摇头 说道 紫薇大帝 和沟臣大帝 是我们凤凰一族的希望 当初我们废旧心机 才把他们送入道路 如今 还不是动用他们的时候 那我们 鸡品有些失忆 他刚刚和孙悟空交过手 孙悟空虽然只是大罗金仙初期 但战斗技巧极高 鸡品作为大罗金仙中心的强主 面对孙悟空 也占不到丝毫便宜 再加上那个杂血蛟龙 这让鸡品有些担心 凤凰一族已经没落了 自从凤族已身镇压 不死火山 朱雀叛离凤凰一族 八脉老族又互相过河 凤凰一族便注定难以崛起 和龙族的金龙 红龙 青龙 飞龙一样 凤凰一族 也分几个种类 他们称之为八脉 这八脉分别为江 鸡 鸟 鸯 银 赐 云 龟 任 八脉老族都是准胜修为 然而在三族大战时期 四脉老族战死 四脉凤凰被摇脉吞并 云脉老族大战后 心灰意冷 带着云脉凤凰远走星空 自此不知所踪 任脉凤凰在上古时期投奔天庭 列于孤妖大战 江脉原本是八脉之手 但江脉老族在三族大战后 引起大伤 不知所踪 江脉也逐渐末 真正墙上的三脉 便成为了鸡脉 摇脉和银脉 凤凰一族深知 纯血凤凰实在太少 而且生育困难 于是主动与逐渐崛起的人族结合 多年后 一群拥有凤凰血脉的人族诞生了 因为他们拥有人族的血统 所以在中古时期 凤凰一族想要辅助拥有人族血统的族人 争夺人黄之位 传说中拥有天机神算的周文王鸡昌 实际上便是凤凰一族的鸡脉与人族的后面 他们借助盗魂的力量 想要成为人黄 可是最终还是失败了 即便拉拢了 江脉相助 最后 鸡发依旧没有能够成为人黄 反而遭到人族弃遇反噬 魂飞扩散 倒是杂血的博弈考核雷阵子 成功进入天庭 成为了天庭六域之一 除了鸡脉外 鸡脉也尝试走人黄的路子 结果这一次的反噬更加严重 似乎各方势力 看出了凤凰一族的打算 天庭直接将淫脉的血液震杀 那个短暂的王朝 也就死亡 屡刀重创的凤凰一族 自此吸了争夺人黄的心思 他们的纯血凤凰越来越少 倒是与人族结合的后裔越来越多 如今的人族 有近乎三成 都拥有着凤凰一族的血脉 不过这些拥有人族血脉的后裔 很多时候 却并不承认自己与凤凰一族的关系 对此 凤凰一族也只能无可耐用 因为人族有三皇的存在 凤凰一族 已经招惹不起人族了 如今偌大的鸡脉 只剩下了一个闭关 不知道多久的老祖 和包括大祭司在内的 九名大罗金仙 至于江脉就更加气惨了 如今除了和人族混血的后裔 真正纯血的江脉凤凰 已经只剩下那死活 不知的江脉老祖了 相比江脉和鸡脉 姚脉选择了另一条 投奔凤凰老祖之子 孔雀大明王 姚脉全族投奔 以及在佛门执掌权柄的 孔雀大明王 被佛门收为专司 战斗的天龙八部中之一 被称之为加罗罗 加罗罗户 就是凤凰一族的姚脉凤凰 至于那遭到天庭重创的鸡脉 如今早已烟消云散 似乎已经绝死 在整个三界 都已经找不到一只鸡脉的凤凰 大祭司跺了跺脚 说道 两名大罗惊仙人而已 我们虽然年迈 但上有一战之力 我们亲自去看看 他佛门士 不是真的要赶紧杀爵 秘境外 孙悟空和焦魔王 正在研究石碑 孙悟空知道 秘境的入口 应该就是在石碑上 眼镜的图案上 可是孙悟空和焦魔王 都不擅长阵法 找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打开秘境的方法 奇怪 俺老孙就不信了 这眼睛就这么难搞定 孙悟空摸索了半天 也没有能够找到 进入秘境的方法 不由有些急躁 轮起手中 混元两衣棍 必要砸下石碑 焦魔王健壮 连忙拦下孙悟空说道 老齐 切莫无能 那凤凰一族 毕竟是上帝三族之一 不可想去 孙悟空深吸一口气 说道 二哥 我们要是再不救出大哥 大哥可能就被这些凤凰害了 依我看 既然我们进不了秘境 那就让他们出来见我们好了 我就不信 他们能任由 我们在这里毁坏他的山门 孙悟空说完 抡起棍子就要再砸 就在这时 石碑光芒一闪 孙悟空和焦魔王 下意识闭上了眼睛 再次睁开眼睛时 已经来到了一个 古老的神谣 大祭祭 大祭司和身后的八位鸡脉长脑 凝视着孙悟空和焦魔王 眼神中透露着沙影 孙悟空和焦魔王 看着身前的八名大罗精仙 脸上都露出了凝重之色 草率了 没想到这里面 居然有九只大罗精仙境界的凤凰 孙悟空心中一沉 他知道 自己和二哥危险了 佛门中人 到此何事 大祭司开口了 语气淡漠中 透露着疏辱 孙悟空闻言 连忙说道 我们并非佛门中人 我们是来找我们大哥的 只要你们 还了我大哥 我们保证不与你们为敌 嗯 你大哥是何人 大祭司眼中流露出怀疑之色 基脉已经很久没有族人 与外人结交了 大祭司很好奇孙悟空所说的大哥 究竟是谁 孙悟空说道 我大哥乃是平天大圣牛魔王 如果他是被你们扣押的话 还请将他还留 牛魔王 我们这里 没有此人 喜欢的观众 记得订阅点赞一波 想听什么书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第144章 加罗罗在大祭司的解释下 孙悟空和焦魔王 终于知道自己来错地方了 可焦魔王明明 是看到牛魔王被凤凰一族攻击的 这一点焦魔王能够肯定 大祭司听完之后 沉默了一会儿 给孙悟空和焦魔王指了一条灵路 加罗罗 瑶麦凤凰 孙悟空眼中流露出一抹金光 和焦魔王对视一眼后 告辞离去 鸡瓶亲自护送孙悟空 给焦魔王离开 等看着二妖离开之后 鸡瓶才返回历境 大祭司 你怎么知道是瑶麦干的 一位鸡麦长老有些疑惑地问他 大祭司脸上浮现一丝冷笑 说道 是不是他们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把麻烦扔给瑶麦 大祭司应礼 其余几名长老齐声赞导 凤凰一族 自从他们将孔雀与大祭主走之后 八脉之间 就早已没有了同主之一 孙悟空和焦魔王离在云头 大祭司的话 他们并没有全新 不过他们当时只能选择相信 因为硬打的话 他们也没有可能 二哥 我有些迷茫 孙悟空开口了 他眼神中充满了茫然之色 焦魔王一愣 随即一笑道 老七 你怎么了 孙悟空看了看自己的双手 说道 一千年前 我挥舞金箍棒 翻天覆地 搅得天庭地覆布的安宁 一千年后 我实力大增 但却处处受制 现在看一千年前的自己 我感觉自己 仿佛如同一只被玩弄于 五掌之间的傀儡 焦魔王沉默了 他拍了拍孙悟空的肩膀说道 老七 我也曾迷茫过 一千年前 我第一次率领赴海公与北海龙公开战 那一战我打入了龙公 若非龙公开启阵法死守 我早就已经攻过龙公了 当时我就在想 只要我能找来一两个帮手 便能毁了北海龙公 替我母亲报仇 结果 五百年前 我炼化了坝下老祖的传承 成为大罗金先后再次 攻打北海龙公 却被北海龙公一掌镇压 当时 我的心里 便与你现在一般 充满了颓废和枉然 孙悟空想到那随时笑名你的 东海龙王 北海龙王能够一掌 镇压大罗金先境界的焦魔王 那么作为四海龙王之首的东海龙王 真的只是一个废物 孙悟空细思极恐 他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的描想 焦魔王长叹一声 说道 老七 修士一旦到了大罗金先 只要不被人杀死 便能长生不死 这三界更无至今 不知道积攒了多少大罗金先 他们修炼的年约要长于我们 实力自然强过我们 但我相信 以我们的资质 日后这三界 终会有我们一席之地 二哥 放心吧 前方不远 应该就是那老鱼所说的姚迈秘境 我们小心一些 孙悟空和焦魔王降落云头 来到一座火山前 这里 正是大祭司给孙悟空他们所指引的地方 姚迈秘境 牛魔王和马祟被关押了起来 而马祟炼制的副神姑 也落入了姚迈手中 摇看着手中的副神姑 这是一件禁锢类的先天灵宝 威力强大到能够禁锢准圣 可以说 这样一件法宝 没有谁会不容计 可是姚不敢 因为这件法宝的存在 已经被孔灵看到了 如今姚迈全部依附在孔雀大明王灰下 如果自己摊没了这件灵宝 孔雀大明王可不是个好脾气的主 他可不会在乎 自己的血脉是不是够出 他会杀了自己 孔灵 你为什么要来 姚迈中流露出一抹杀迹 但很快便散去了 他不敢 孔灵看着被禁锢着的牛魔王 眼中流露出脚下的笑容 哼 你个小妖精 看着俺老牛做事 牛魔王见孔灵 一直盯着自己 不由美好奇地说道 孔灵手中玩弄着一根羽毛 笑眯眯地说道 牛魔王 听说你有六个杰义兄弟 他们是不是都和你一样宠啊 牛魔王文言一论 随即笑道 好你个没见识的小娘皮 你说俺老牛丑 你就罢了 但我那些兄弟 那一个个 可都是三界少有的俊秀 哪儿 我那二弟 他换作破海大圣焦魔王 长得是面如关玉木若龙心 可谓是三界第一的美男子 我那三弟混天大圣和魔王 冷居潇洒 长得比我二弟丝毫不差 至于其他几位兄弟 说到这里 牛魔王兄弟孙悟空 与荣王和弥猴王这三只猴子 不有有限的迟疑 孙悟空虽然号称美猴王 实际上也就只能算不成而已 至于于荣王 那张脸比起恶鬼 还要可顾 弥猴王就是一猪猪 这三只猴子 也就孙悟空还能看 牛魔王停顿了一下 然后继续违心自夸道 俺其余四个兄弟 于荣王和势托王 都是少有的伟岸男子 弥猴王和美猴王 那也是三界有名的美男子 你若是哪天有幸见到了他们 便知道我说的真假了 孔灵听完后 眼中不由 流露出怀疑之色 说道 牛魔王 你可不要骗我 我可是听人说了 那美猴王五短身材 满脸红身像 身上还长了一身紧默 他也能算得上英诀 牛魔王一顿 脸上微微一护 说道 我那七弟他 他那时 那时 应该就是这里了 我们应该怎么进去呢 孙悟空来到了一棵梧桐树下 这里换作七凤山 山中长满了梧桐树 这里 的确像是凤凰居住的地方 焦魔王摇了摇头 说道 这摇脉 既然和那鸡脉齐名 想来 实力应该也不弱 不可答应 孙悟空低头想了想 看了看焦魔王 心中一动 寂静 孙悟空摇身变出一身僧袍 一件紧蓝袈裟 看了他自己 说道 贫僧斗战圣佛 焦魔王眼睛一亮 摇身一变 变成了小白龙的模样 身上同样出现一件僧袍 笑道 贫僧八部天龙广力菩萨 老妾 你看我这变化之术如何 焦魔王看了他自己 满意的味道 孙悟空摸了摸焦魔王的脸 笑道 二哥这变化之术 比起安老村的七十二变 也丝毫不差 不知是什么变化之术 焦魔王笑道 这是我龙族的真龙化身术 乃是我从坝下老祖身上 领悟的变化之术 龙族毕竟也是上古三族之一 族中妙法 可不比圣人门下差上多少 喜欢的观众 记得订阅点赞一波 想听什么书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第145章 这美女脑子有问题 少主 有两位大罗金仙在秘境外窥似 看不样 似乎是佛门中人 一个凤凰独的修士 来到瑶的面前说道 如今瑶之一脉 已经成为了佛门八部种之一 有佛门庇护 他们对于秘境的隐藏 也不再那么在意 很多大能都知道了 瑶脉凤凰的存在 只是他们现在不以凤凰为名 而是自称 加罗 瑶眼中闪过一丝异光 他收回父神乌 心中暗道 佛门好快的速度 是苦力吗 这个死丫头 真是不给我一点机会 瑶问道 来者可是恐却大明王尊者的侍从 修士挠了挠头 说道 是一只穿着僧袍的猴子 脑后身有功德金光 好像是一尊佛陀 另一个身上有股讨厌的味道 应该有龙族血脉 不过应该是八部天龙的龙重 因为他的血脉不纯 瑶文言陷入了沉思 即便加入了佛门 成为了佛门八部种之一 凤凰一族还是十分高傲的 他们派出去参加加罗罗众的 都是瑶脉的杂血凤凰 真正纯血的凤凰 是不会给佛门卖力的 不过如今瑶之一脉的纯血凤凰 也只剩下了五只 即四大家罗罗王和瑶 四大家罗罗王随时在恐却大明王身边 跟随恐却大明王修行 然而恐却大明王记恨 当初凤凰一族驱逐他兄弟二人 对加罗罗王也并没有太过善待 只不过有着恐却大明王 作为后台 在佛门 加罗罗众虽然在八部种中排名靠谤 但除了天人众外 其余八部种 并没有谁敢招惹加罗罗众 毕竟 恐却大明王菩萨 那可真的不是个好脾气的种 姚本来以为来的佛门中人 是孔灵招来的帮手 可当他得知来的是一只猴子 和一条蛟龙时 姚感觉有些迷茫 龙族与凤凰是死的 这一点 哪怕加入佛门后 成为龙众和加罗罗众 两族依旧不合 加罗罗每日以蛟龙为时 龙众也以吞噬奉腐之论 尽管这两族现在使用的 都是未曾开启凌智的杂血一种 但表面上 依旧是折损了对头的面 为此 两不中 没少明争暗动 姚乔打着 以龙骨铸成的王座 眼神中闪过阵阵赤光 突然 姚脸嘴一笑 说道 姚叶 我们关押的那头狮子 可还安算 姚叶文言一愣 那狮子 是六百年前 无意中闯入逆境的大妖 那时候他刚刚渡过大罗金县的天节 还没有完全恢复 被姚迈高手镇压 想驯服成为秘境的守护神兽 可是那狮子脾气暴躁 死活不肯驱 因此被关押在了火山口 日夜被火焰炙烤 姚叶说道 那狮子依旧每日炒浪 族中长老想要炼化他 但那狮子也是好神通 虽然被困住 但是任由长老们 使用何种火焰 都无法将其变化 姚叶中流露出神秘的光芒 说道 既然他不愿意驱服 我们就放他离去吧 不过 告诉他 只要他向天道启示 替我将门口那两个佛门高手解决了 我们就放他离去 姚叶文言 面色一变 击杀佛门佛陀 那可不是一件小事 即便有孔雀大明王菩萨护着 恐怕也会被姚迈惹来大麻烦 姚叶刚想说话 姚叶开口说道 还有 派人通知孔灵 就说佛门来人 想要见他 约他去密境外见过 这 少主 姚叶这一下 已经不是变色了 而是整张脸都没有了一丝血 他正正看着姚 眼神中充满了感觉 姚眼中闪过一抹寒光 说道 还不快去 姚叶领命 步履蹒跚地走了 姚再次取出了副神姑 眼神中充斥着贪婪 什么 有佛门中人要见我 难道是老祖出关了 算算 日子好像的确是快到了 孔零听闻 有佛门中人要见他 倒是没有什么意外 他乃是孔雀一族的公主 作为孔雀大明王的后裔 在整个佛门 他的身份都是极高的 孔零出了秘境 果然看到有两个佛门大罗经线 只是这两个大罗经线 孔零并不认识 孙悟空和焦魔王正在寻找金融秘境的路径 突然见到孔零 二者对视一眼 眼中闪过惊喜之色 你们是何人 孔零皱着眉头 眼前这两人虽然穿着僧帽 但是却没有多少佛门中人的气息 这让孔零感觉有些奇怪 孙悟空眼睛一转 双手何时说道 阿弥陀佛 平僧乃是斗战圣佛事业 这位施主 请问这里可是凤凰一族所在之地 焦魔王学着孙悟空的模样 双手何时说 阿弥陀佛 我乃是巴不天龙广的菩萨 你是斗战圣佛 也就是那美猴王孙悟空 孔零眼中流露出惊喜之色 上前打量着孙悟空 至于焦魔王 尽管长得帅气 但还是被孔零直接无视了 孔零围着孙悟空转了一圈 然后伸手摸了摸孙悟空手臂的金色猴毛 口中发出嘟闹 那头丑牛果然欺骗了我 就这猴子 哪里好看的 孙悟空眉心 出现一道黑线 他自好美猴王 在猴族 那自然是极为帅气的 但是孔零的审美 肯定和猴族是不同的 孔零作为孔零一族的公主 见惯了帅哥美女 自然不会觉得孙悟空好看 不过孙悟空听到孔零说到丑牛 会有眼中 有出一丝金光 啊 这位女菩萨 不知道你口中的丑牛 孙悟空话 还没有说完 便看到孔零 用一种极为奇怪的眼神 看着自己 不由一愣 孔零指了指自己 说道 我叫孔零 孙悟空眨了眨眼 说道 孔零施主 不知道你口中的丑牛他 我叫孔零 你难道不认识我 孔零打断了孙悟空的话 用一种极为奇怪的表情 看着孙悟空 孙悟空和焦魔王对视一遍 两人的脑海中 都是一片茫然 这美女长得挺好看的 但好像脑子不怎么好使 要不我们 直接把她抓起来 拷问一番好了 孙悟空对焦魔王传音道 他感觉孔零 好像脑子有点问题 焦魔王皱了皱眉头 这孔零突然出现 显然应该和隐居于此的凤凰一族有关系 焦魔王不确定如果动手的话 会不会惹来麻烦 毕竟 他们还没有确定 牛魔王是不是被困在这里 贸然出手 很有可能打草惊蛇 反而害了牛魔王 喜欢的观众 记得订阅点赞一波 想听什么书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一波